Attraction is only intense when mystery is immoved. 外人士坦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所經歷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 它是人的主要情感, 是真正藝術和科學的起源。 因為如果你沒有好奇心, 那麼跟一個死人或者關掉的蠟燭有什麼分別? 人類的科學知識, 社會的文明成就幾乎都是由探索 或者解答種種未知的事情所創造和發展。 今晚我除了會說我最擅長的 小小鹹多多脆鬼故之外, 還會說下穆乃伊的都市傳說, 壓軸就是會說規探香港一代波伯葉子味。 大家見到這個名字, 會不會很肚餓很想喝奶呢? Unco-co, are you ready? 這次事件的主人翁就是阿曼拉。 阿曼拉在外國的YouTube影片, 有很多人的故事事件的都市傳說, Urban legend, 是一個媽媽的媽媽, 即是穆乃伊。 非常之外國的朋友, 有很多這類的說法, 但今晚我找了她故事的背景, 和誰傳出來, 真還是假, 我一一跟大家講一下, 以我所知的資料。 阿曼拉, 有些不是這樣譯的, 我用這個譯, 叫阿曼拉, 她是一位公主的歷史人物, 她的遺體是按照古埃及的習俗被製成穆乃伊, 葬在尼羅河旁邊一座的墓室裡。 在1890年的尾, 四位英國年青人去到埃及, 當時有一位是走私販賣的那些人, 即是販賣走私的物件, 向他們兜售一具的古埃及的棺木, 這個棺木之中, 就是這位的阿曼拉公主穆乃伊, 這四位的英國人, 經過一番商量, 有人向她兜售, 即是走私的同學兜售, 這四個年輕人, 見你剛剛鮮, 有些筍東西介紹給你, 筍東西的英文, 我是不懂譯的, 我是用我的方法講的, 老實說, 他就說, 這四位年輕人, 看他的身份有些錢, 走私跟他兜售, 接著他們四個年輕人在商量, 你覺得買不買好呢? 終於決定了, 由其中一個, 最老襯, 最有錢的, 以數千磅的英鎊, 高價買下木乃伊, 從此, 這位在古埃及歷史上, 密密無名的公主, 就是被這麼多人, 帶來一連串可怕的押雲, 故事發展下去是怎樣呢? 好了,繼續說, 買了這個木乃伊的那位英國人, 他就把這個棺木帶回去旅館, 因為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這個人, 他買完這個棺木, 他就無緣無故地離開了這個旅館, 就走了進去一個沙漠, 從此就消失形中, 再沒有人見到他回來了。 還沒完的, 第二天, 因為有四個英國年輕人, 其中最有錢的那個買了, 他不見了, 第二天, 就是他們的同伴這四個人之中, 好像四人歸世一樣, 其中一個同伴就在埃及的街頭, 亦都遭到暢擊, 受了重傷, 最後就是要將手臂撤除了下來, 剩下兩個人, 兩個人先後都遭到押雲, 其中一位就當他回到英國的時候, 無緣無故破產, 而另一位就突然之間患了重病, 最後要淪落在街頭賣火柴, 英國是興賣火柴, 一百幾年, 不是二零零幾年, 如果他生遲了一百年, 可能他要在街頭賣四仔, 沒有打格仔那隻, 這句神秘的穆乃伊, 後來也是被運到, 運回到英國了, 在這個沿途, 仍然在運送回英國的時候, 都是怪事連連的, 話說運到去英國本土之後, 一位非常喜愛古埃及文化的富商, 買了這句木乃伊, 但是那個騙運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後來這個富商有三位的家人, 在一場離奇的車禍之中, 受了重傷, 而這個富商的富豪也都慘遭火災, 突然之間在他的住所裡火灼了, 經歷了這些變故之後, 這位富商, 迫不得已把穆乃伊送給大英博物館, 去到這個木乃伊被富翁捐去大英博物館的時候, 其實那個押運在這裏正正開始展開, 在再運木乃伊進去British Museum的過程之中, 在災貨的卡車失去控制, 撞傷了一個無辜的路人, 然後兩名運貨的工人就將這個木乃伊, 裡面的公主的木乃伊的官木抬進去這個博物館的時候, 由於一個樓梯間的官木是失手, 即是可能又重又扇手, 就掉下來壓傷了其中一個工人的腳, 而另外一個工人, 因為不止一個人那麼重, 不止一個人抬這個木乃伊, 另外一個原本身體都非常健康, 但在身體那麼健康的情況下, 就是因為剛剛之前那一天搬運過這具木乃伊, 兩天之後就是無故死亡, 但是還未完結, 真正的麻煩才剛開始, 這個阿曼拉的公主冠木後來被安置了 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陳列館之中, 在陳列館的期間, 夜間有些守衛, 寫報告, 要寫report, 因為有些怪事發生, 有些什麼怪事啊, 他說經常聽到的官木附近, 聽到一些烤擊的聲音, 還有那些哭聲啊,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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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怕, 晚上on duty的時候, 突然間在官木附近出了這些聲音, 他說更甚者, 在這個陳列室有其他的古物, 其他的古物, 自從拿了這副木懷衣冠木, 去到這個大英博物館, 出了事, 他又要放在下面的陳列館, 然後連外面其他的古物, 古董物件, 都發出其他的聲音, 會不會他在這裡找到其他的朋友啊, 不久之後, 一名的首位, 更加在執勤的時候, 就死了, 嚇到其他首位, 都打算商量, 說集體辭職啊, 管長, 現在這麼多怪事啊, 又有哭聲啊, 跟著其他那些古物, 一起都有些聲音在喊出來, 我們很害怕, 不久在那裡上班, 現在的同事已經死了, 我用老婆子女的, 你找人, 找阿茂跟你做, 跟著就怪事年年, 陳出不窮, 最後這個大英博物館, 決定將這句木乃斯放在地牢儲物室那裡, 事實就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為一個星期都未完, 下一個受害者又無緣無官送命, 這次送命就是決定將這個木乃伊送入地下室, make this decision那位博物館主管, 哈? 木乃伊心想, 你將我藏在地上, 哈? 然後不知為何, make this decision的人, 又是一個星期之內不夠, 又是過了身, 到這個時候, 這句充滿詛咒的木乃伊, 已經聲名大噪了, 因為這些全部所有的怪事, 都在這個全世界這麼出名的英國博物, 大英博物館傳出來, 全世界都知道整個歐洲都是這些, 有一位的報館, 設影記者, 就特意潛入去這個地底, 想偷拍這句木乃伊究竟有什麼神奇, 神秘的地方, 為何可以害死這麼多, 和他接觸過的人呢? 結果呢, 其中一張照片被他拍到, 是曬出來的一個很可怕的人面, 是的, 我給你看一看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就是這樣的, 那個木乃伊, OK, 這個, 是的, 好, 你們看完之後, 我就播放那個video, 是的, 然後呢, 他就曬出了一張可怕的人面, 那個記者, 就是偷進去拍了一張照片, 後來呢, 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 是怎樣呢? 就沒有人知道, 只是知道, 這位的攝影記者, 翌日就發現陳思在自己的家, 死因就是開槍自殺, 後來, 不久之後, 大英博物館就將這一句木乃伊, 送回, 送去給一位秀藏家, 那這一位的秀藏家, 立刻請當時在歐洲, 最有名的巫婆, 叫做, 中文名, 叫拉雅刺基夫人, 我有個英文名的, 英文名就是, Madame Helena Blavatsky, 是的, Madame Helena Blavatsky, 是的, 她就, 當時是, 因為我真的做research, 有這些人, 這個巫婆的名字, 當時她在歐洲, 很出名的, 中文的譯音就是, 這個, 拉雅刺基夫人, 這個庫翁, 既然這個電影博物館, 送了給這位收藏家, 收藏家找這個巫婆出來, Madame Helena Blavatsky, 然後找她來驅邪, 經過一些複雜的驅邪儀式, 然後她就說, 這個夫人宣布, 搞了一大爛餐, 然後她就說, 她就跟這個收藏家說, 這句木乃伊, 是穩藏著大量驚人的邪惡能量, 並且表示這句木乃伊, 驅邪是並不可能的事, 我心想, 哇, 你收了人家那麼多錢, 做一大爛餐的話, 事然就是告訴她, 大量驚人的邪惡能量, 然後她就說, 沒得搞, 都搞不定, 然後她就說, 因為惡魔將永遠存在在她身上, 任何人都束手無策, 最後這個Madame Blavatsky, 叫這位收藏家提出警告, 她說, 儘快將她脫手處理了她, 賣給誰都好, 總之你不要再收藏藏, 然後她就納了錢, 就走人, 雞敢腳這樣, 他也挺聰明的, 然後她就, 但是到了這個地步, 已經沒有任何國物館願意接受這個, 即是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 即是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 這個木乃伊, 阿曼拉, 阿曼拉的公主的木乃伊, 因為以往發生了那麼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十年了, 在這十年之內, 有二十個人因為接觸過這個木乃伊, 遭到不幸, 有些更加喪失她的生命, 故此事件發展到這裏, 還未畫上一個句號, 在無奈之後, 一位不信邪的美國考古學家, 就是接觸這個, 他不管之前這個木乃伊有多可怕的歷史, 仍然肯花一筆可觀的費用, 將她買了下來, 然後打算將她安置在紐約市, 在歷史上, 1912年4月, 阿曼拉公主的新主人, 親自護送這句木乃伊, 前往紐約, 利用了一句句論, 在途中和一千五百名乘客, 一起沉沒大西洋的海底, 而運送木乃伊的那首句論, 就是大家都認識的鐵達尼號, 當時她將木乃伊特別安置在船長的辦公室附近, 而且覺得她想著會安安穩穩地送到紐約, 但事與緣為, 在這個日子, 1912年4月, 木乃伊和船沉沒了, 在網上, 事件略略發展, 但我現在找了一些外國的文章, 如何評論這個都市傳說, 因為這件事在外國, 差不多喜歡研究神秘學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在網上就是這樣的, 西方世界, 她說, Princess of Amanra, 她的主題, 你查一查, 你就會發現大量英文的文章, 傳得非常廣泛, 關於木乃伊的事, 而且當時歐洲, 實在是一個有名的巫婆, 就是Madam Helena Brilensky, 只不過名字少了B字, 當時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巫婆, 拉瓦刺基夫人, 在大英博物館, 確是有一件阿蒙拉女祭司有關的物件, 但不是一具木乃伊, 那些人在查, 究竟這個都市傳說是真還是假, 他們就去查, 大英博物館, 我們看看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她就說, 並非有一件阿曼拉女祭司的關於物件, 但就不是這件木乃伊, 而是一塊162厘米, 和有採蠔雕位上面的棺蓋, 即是蓋棺材的蓋, 根據她的形狀和風格, 大英博物館, 確定了這個物件, 古埃及在21皇朝晚期, 到22皇朝的早期, 約公元前的950年, 到公元前的900年的時候的物品, 比起他們外面的都市傳說, 剛才所說的, 就是所謂的公元前1500年晚, 是硬了500多年的, 大英博物館的棺蓋上的畫, 表明她的主人是一位婦人, 上面的文字簡短寫了一些宗教的討詞, 即是討文, 一些經文, 沒有寫她的名字, 關於她的身份記載, 而這個棺蓋的質量相當高, 證明死者在社會中有很高的地位, 亦說她生前在阿曼拉神廟祭獻的禮典上演奏曲, 所以大英博物館早期記載, 將她描述成為在祭禮阿蒙拉的典禮常服務, 根本不是女祭司, 但所有有關她的身份傳測都未有確定的證據, 至於棺蓋下面的穆乃伊大概留在埃及, 反正大英博物館從來沒有收藏過這句木乃伊, 大英博物館是這樣解釋, 這種畫法在大英博物館裡面只有蓋, 裡面沒有木乃伊, 即是她這樣說, 她再去找多些資料就說, 她說這塊棺蓋原本收藏的阿曼拉先生, 在1889年7月提供給這個大英博物館展出, 比起那四位傳說中的英國年輕人去到埃及還要早, 因為提供者也不知道來歷, 所以對故事中的傳說, 種種的災難是一無所知的, 而至於Titanic又如何呢? 在1985年Titanic歷史協會主席Charles Haas 查閱了很多關於當年Titanic上課的 那些單和貨倉的圖示, 在上面並沒有任何有關木乃伊, 或者放木乃伊的棺材, 或者棺材蓋, 或者任何看起來, 和這個物件有混雜的物件的記載, 故事的事情好像是作出來的, 究竟廣傳的都市傳說是如何產生呢? 一開始的事情就和兩個英國人William Statt 和Douglas Murray有關的, Statt是一個出名的自由派記者, 曾經因為在報紙上寫文章 聚述過他如何用5磅的價錢買了一個13歲的小女孩, 以此證明他是買初期, 是如何容易而臭名遠播的, 他相信原來這麼早期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賣小女孩, 然後他相信神秘主義或者招魂術, 就是他請教一些算命大師, 類似神秘學的人, 尋找一些意念特殊的功能, 就扮成這方面的刊物, 至於Mary, 人家對他的所知不多, 據說他是一個埃及的學家, 而且他將這一句,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阿曼拉公主穆乃伊, 運到英國那個人, 就不知道根本有沒有這個事了, 所以他們說這兩個人, William Statt和Douglas Murray, 編織這個故事, 細節許許如生, 又講述這個穆乃伊被運到英國, 而且他們將這個故事交給一個尋求刺跡的新聞記者聽, 然後兩個故事混在一起, 加鹽加噪, 然後外面封傳, 而這個Mary就死於1911年去世, 1912年4月12日, 亦都沒有這個穆乃伊的事件, 而且William Statt本人登上Titanic, 去美國參加由塔夫特總統召集的和平論壇, 而在船上William Statt本來本性不改, 把穆乃伊的故事自己製作出來, 說了給其他在場的人知道, 在1912年4月15日, 他和Titanic一起沉沒了, 幾天之後, 有些海難中的行傳者, 接受紐約的世界報, New York World的採訪時, 講上Statt和Mary, 關於穆乃伊的故事, 講到似層層, 結果所有的事情, 就是按亂七八糟的混在一起, 最後變成了穆乃伊和Titanic一起沉沒, 這個故事傳來越來越神似, 版本亦非常多, 在英國博物館關於北長穆乃伊, 這個網頁所聚述的故事, 有很多細節跟我們所知的不同, 所以他就說, 全部都是由William Statt和Douglas Murray自己作出來, 就是去掩飾自己, 原來他以前是買過一些小孩, 又把故事拋給其中一個很喜歡的記者, 亂寫, 這樣的情況, 傳了出來, 傳了出來, 傳到好像這個, 但是告訴你, 如果你打Princess Armand Ray, 其實在Youtube看到很多關於這個穆乃伊的都市傳說, 大家現在知道究竟由來是怎樣, 講一下西方的都市傳說, 玩一下踢爆, 又或者如果真的有這麼神秘的話, 我又找一些資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起碼以後, 如果你有些朋友是外國人的, 你問他有沒有聽過 The Mummy Princess Armand Ray from YouTube, 你跟他聊一下, 看看他知不知道, 你當然是跟一些, 自己都有研究開這些神秘學的人, 如果他普通是, 吹一下水, 講一下, 不是講這些題目的, 他未必會知道的, 你找對對象來說, 老實說, 你跟超市一個收銀的, 你跟他說天文學, 當然不知道, 就算你講給大學教授聊天, 其實他都可能會聽過, 因為實在在外國這件事是太出名了, 好了, 我這一個又去到這裡, 對了,